卷武 第十章 黑衣门开启 两天之后 西方大军在佩兰诺平野上 全部集结起来 奥克和东夷的大军 已经掉头从阿诺瑞安宫来 但他们被洛西尔人击溃驱散 几乎未做抵抗 就朝凯尔安德洛斯讨窜 这个威胁被消灭了 从南方来的胜利军又接连到达 如此一来 石城便得到了尽可能完善的防守 派出的斥后回报 往东的路 一直到十字路口倒下的国王石像那里 都不见敌人踪影 至此 最后一战 一切准备就绪 莱格拉斯和吉姆利 又一次共成一棋 与阿拉贡和甘道夫同行 他们与堕内丹人 以及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 走在前锋的队伍中 但没理觉得丢脸 因为自己不能跟他们同去 你的身体还不适合参加这样的刑军 阿拉贡说 但别觉得丢脸 哪怕这场战争 你不再出力 你也已经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佩里格林会代表夏尔居民前去参战 别嫉妒他这个危险的机遇 虽然他已做了命运容许他做的一切 却仍不能与你立下的功绩相比 不过 其实现在所有人的处境都一样危险 也许我们会在魔多的大门前惨遭不幸 而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你们也将面对最后一战 无论是在这里 还是在那股黑潮追上你的任何地方 再会了 于是 没理沮丧地站在那里 看着军队集结 贝尔吉尔站在他旁边 同样情绪低落 因为他父亲贝瑞刚德 将率领一支石城的人同去 在案子得到审判之前 他不能重回禁卫军 批评作为一名刚夺的士兵 也在那队人当中 没理看见他就在不远的地方 在那群高大的米纳斯提利斯人当中 他的身影显得矮小却挺拔 终于 众号吹响 大军开始出发 一支骑队接着一支骑队 一队步兵接着一队步兵 他们转过大湾 朝东行去 军队走下大道前往主道 但在他们从视线中消失很久之后 没理还站在那里 长矛和头盔反射出的最后一抹尘光 闪了闪 消失了 而他仍然站在那里 低垂着头 心情沉重 觉得孤零零的 无依无靠 每个他关心的人都已经走了 隐末在悬于东边远方天际的那片阴暗中 他心里觉得自己再见到他们的希望异常渺茫 仿佛被这种绝望情绪提醒 他的手臂又疼了起来 他觉得虚弱 衰老 连阳光都显得惨淡了 贝尔吉尔用手碰了碰他 他才惊醒过来 来吧 佩瑞安人少爷 孩子说 我看得出 你还是很痛苦 我扶你回去找医者吧 不过 别怕 他们会回来的 米纳斯提利斯的人 永远不会被击败 而且现在 他们有了精灵宝石大人 还有禁卫军的 贝瑞刚德 军队在近五十分 来到了欧斯吉利亚斯 所有能够抽调出来的工人和匠人 都在那里忙碌着 有些人在加固敌人所见 但在逃跑时 部分破坏了的渡船和战桥 有些人在收集补给和战利品 余下的人 则在大河对面的东岸 抢见着防御工事 先锋部队穿过老刚夺的废墟 渡过宽阔的大河 踏上了在兴盛时期 修筑的笔直长路 这条路 从美丽的太阳之塔 通往高耸的月亮之塔 也就是如今 那可增的山谷中的 米纳斯摩古尔 军队在过了欧斯吉利亚斯 五里之后停下 结束了第一日的行军 但是骑兵继续前进 在黄昏之前 抵达了十字路口 和那一圈巨树 万籁巨迹 他们没看见任何敌宗 没听见任何呼喊 没有箭矢从路旁的岩石间 或树丛中飞出 但是越往前走 他们就越感到 这片大地的景地在增长 林木和岩石 树叶和青草都在聆听 那片大黑暗已经被驱散 远方西沉的落日 照耀着安都因河谷 蓝天下群山的洁白风顶 都染上了一层烟红 但埃菲尔多阿斯上空 酝酿着一股黑影 与一片昏暗 阿拉贡随即在通往 数环的四条大道上 安排号手 吹响了嘹亮的军号 传令兵高声喊道 刚夺的王侯已经归来 他将收回这整片 属于他们的大地 那个放在雕像上的 丑陋奥克头被推落在地 摔得四分五裂 老国王的头被抬起 重新安放回原位 头上仍带着白玉金 相间的花冠 士兵们辛勤地刷洗 并刮去了奥克在石上 留下的所有污秽涂鸦 先前一事时 有人提议 应当先攻下米纳斯摩古尔 若是拿下他 便将其彻底摧毁 而且也许事实会证明 尼姆拉歇尔说 走那条从那里 通往上方碍口的路 去进攻黑暗摩军 比走北面大门来得容易 但甘道夫当时 急忙提出反对 一是因为 盘踞在那座山谷中的邪恶 会让凡人疯狂丧胆 再是因为 法拉米尔带回的消息 如果持戒人 真的尝试走了那条路 那么他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别把摩多之眼的注意 引到那里去 因此 第二天等主力部队抵达后 他们在十字路口 安排了一支精锐守军 布下防线 以防摩多派军队翻过摩古尔爱口 或从南方调更多的兵力前来 这支守军 大部分选自熟悉 伊西里恩情况的弓箭手 会隐藏在树林里 和路口周围的山坡上 不过 干道夫和阿拉贡骑马 领着先锋 来到摩古尔山谷的入口 望着那座邪恶之城 他漆黑一片 死气沉沉 因为住在那里的奥克 与摩多的次等生物 都已经在大战中被消灭了 纳兹古尔也都外出未归 但那座山谷中 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的气息 他们摧毁了那座邪恶的桥 放火烧了那片有毒的田野 然后离去 隔天 也就是他们从 米纳斯提利斯出发后的第三天 军队开始沿着大道向北挺进 从十字路口顺着大道 去摩兰农 有数百里路 没人知道 他们在抵达之前会碰上什么 他们公开前进 但十分警惕 并派骑马的赤后先行探路 其余的步兵走在两侧 东侧的队伍尤其谨慎 因为近处是浓密黑暗的树丛 接着是一片散步着 断崖沟壑的起伏石地 过了石地 就是埃菲尔多阿斯 阴沉严峻地长长陡波 攀远而上 世间的天气仍然晴朗 西风持续吹拂 但什么也吹不走 仅果在阴影山脉周围的沉沉暗影 以及凄凉迷雾 山脉后方 不时腾起一股股巨大的浓烟 升上空中 在高空的气流中盘旋 干道夫让士兵不时吹响军号 然后传令兵会高喊 刚夺的王侯已到 此地人人都当离开 我投降归顺 但伊姆拉希尔说 不要说刚夺的王侯 说国王埃莱萨夹道 虽然他还没有登基 但这是事实 而且 如果传令兵使用这个名号 也会让大敌更费思量 此后 传令兵一日三次 宣告埃莱萨王驾到 但是没有人回应这挑战 尽管这一路行军 貌似平静无波 但全军上下 军衔从最高到最低 每个人都情绪低落 每往北前进一里 他们的不祥预感 就加重一分 离开十字路口后 行军到了第二个傍晚时分 他们遇到了头一场交锋 一支奥克与东仪组成的 强大军队设下埋伏 想击垮他们的前锋部队 地点正是当初 法拉米尔弗基哈拉德任之处 大道在此深深切过 朝东而去的山岭的突出部分 然而西方重将领 已经事先接到 赤后的警讯 这些赤后 都是马布隆率领的 汉奈斯安努恩的老练士兵 因此埋伏的敌军自身 反落入了陷阱 骑兵们向西绕个大弯迂回 从侧翼和后方包抄 敌人不是被消灭 就是被驱逐到 东边的山岭中 不过 这场胜利 并未给将领们 带来多少鼓舞 这只不过是一场阳攻 阿拉贡说 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给我们造成重创 而是要让我们错误地 猜想大敌势弱 引我们继续前行 从那天傍晚开始 纳兹古尔飞来 监视着军队的每一步行动 他们依旧飞得很高 除了莱格拉斯 没有人看得见 但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阴影加深 阳光暗淡 虽然戒铃尚未俯冲下来攻击敌人 也始终保持着沉默 被发出叫喊 但他们带来的恐惧 却无法摆脱 就这样 时间推移 无望的旅程继续 从十字路口启程后的第四天 也就是离开米纳斯提利斯的第六天 他们终于走到了生者之地的尽头 开始进入那片 横尘在奇利斯哥国关口的大门前的荒地 他们看得见一直向北 向西延伸到埃敏木伊的沼泽和荒漠 那些地方是如此荒凉 笼罩着众人的恐惧 是那样深重 大军中有些人竟怕到两腿发软 无论徒步还是骑马 都无法继续向北走 阿拉贡看着他们 目光中喊着怜悯 而非愤怒 因为那些是从洛汉 从遥远的西弗尔德来的年轻人 或是从洛斯阿尔纳赫来的乡下人 对他们来说 摩多是个从小就听闻的邪恶名字 不过并不真实 只是一个从未进入自己单纯生活的传说 而现在 他们如同行走在成真的噩梦当中 既不理解这场战争 也不明白 应允为何将他们 领到这样一条路上来 去吧 阿拉贡说 但是 尽量保持尊严 不要奔逃 有一个任务 你们可以尝试去执行 这样便不致感到颜面尽失 你们朝西南走 目标是凯尔安德洛斯 假使他如我所料 仍在敌人手中 你们就尽力将他夺回 然后为保卫刚夺和洛汉 将他坚守到底 文言 一些人因他的怜悯 而感到羞愧 克服恐惧 继续前进 而其他人 听见有另一项 需要勇气的任务可以选择 且是自己能力可及 便怀着新的希望离开了 就这样 由于在十字路口 已经留下不少人助手 西方重将领 最后率领着不到六千人 前去黑门前挑战魔多的势力 如今他们缓慢前进 时刻等候着敌人回应挑战 他们全军集体推进 因为从主力部队里 派出侦察赤后或小分队 只是突然浪费人力罢了 从摩古尔山谷出发的 第五天傍晚 他们最后一次扎营休息 又能找到的枯枝和欧石南 在营区四周升起火堆 他们度过了警戒不眠的一夜 意识到四周 有许多模糊之物在走动前行 也听见了狼嚎的声音 风一停 空气似乎一片凝滞 虽然天上无云 新月出现已有四夜 他们却几乎看不见什么 因为地面冒出团团烟气 皎洁的新月也被魔多的迷雾遮蔽了 天气变冷了 到早晨时又起了风 但这次是北风 且很快增强为良意十足的清风 夜里那些前行之物全都消失无踪 大地看似一片空气 在北方有毒的坑坑洼洼之间 出现了首批大堆大堆的矿渣 碎石和炸翻的泥土 那是魔多鼠被抛出的狼藉 但在南边 隐约耸立着奇利斯哥哥的巨大防御墙 此时已经离得近了 墙正中央便是黑门 两边各立着一座高拔漆黑的尖崖之塔 因为将领们在最后一段行军中 转离朝东湾的古老大道 避开了那些蛰伏山丘的危险 于是他们现在是从西北方朝摩兰农挺进 这正是弗洛多当初所走的路线 阴森的拱顶下 黑门那两扇巨大的铁门紧闭 城朵上什么也看不见 一切沉寂无声 警戒却无处不在 他们来到了这场鱼勇争承的终点 披着早晨灰蒙蒙的天光 孤立无援 又寒意透骨地站在荒原上 面前是敌人的高塔和巨墙 几方军队全然无望攻去 就算他们将力量强大的工程机械带来此地 而大敌的兵力只够防守城门和城墙 他们也做不到 而且他们还知道 摩兰农周围的所有山丘和岩石间 都藏满了敌人 而门后那条阴影床床的峡谷 更是被大批邪恶生物挖掘打通了无数隧道 战定后 他们看见所有的纳兹古尔都聚在此地 像秃鹰一样在尖崖之塔上空盘旋 他们知道自己正受到监视 但大敌仍然毫无动静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将这出诱敌的戏唱到底 因此 阿拉贡尽可能摆出最佳阵势 将军队分别拉上奥克劳作多年 用炸出来的岩石泥土堆成的两座大丘 在他们面前 朝着摩多的方向 横沉着一大片烂泥沼和臭水塘 就像一道防护河沟 等一切安排就绪 众将领率领大队骑兵护卫 掌骑手 传令兵以及号手 骑马向黑门前进 甘道夫担任主要使者 同行的还有阿拉贡 与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 洛汉的耀梅尔 尼姆拉西尔 以及奉令一同前往的 莱格拉斯 吉姆利和佩里格林 如此 每一个对抗摩多的种族 都有一位见证者在场 他们来到摩兰农 听力所及的范围 展开了王旗 吹响了军号 传令兵出列 喊声直传到摩多的承舵上 出来 他们喊道 黑暗之地的君主 出来 他将受到公正的审判 他对刚夺发动不义之战 掠夺刚夺的领地 因此 刚夺之王 要求他为自己的邪恶之行赎罪 然后永远离开 出来 一阵漫长的静默 没有丝毫声响或回应 从城墙和大门传来 但是 索隆已经安排好计划 他打算在击杀这些老鼠之前 先残酷地玩弄他们 因此 就在众将领 要掉头回阵时 沉寂突然间被打破了 从山岭中传来一阵 雷鸣般的隆隆鼓声 持续良久 声势浩大 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号角齐名 令岩石也为之动摇 光浪一声巨响 黑门从中央打开 里面走出一只斜黑塔的特使队伍 为首齐来的是个高大邪恶的身影 胯下是匹黑马 倘若他真是马的话 他个头巨大 形貌丑恶 照着可怖的面具 与其说是火马的头 不如说更像骷髅头部 眼窝和鼻孔中都冒着火焰 马上的骑手通身黑袍 戴着黑色的高盔 但这并非戒铃 而是一个活人 他是巴拉多尔塔的副官 没有任何传说记载过他的名字 因为就连他自己都已将他遗忘 他说 我是索隆之口 不过 据说他是个叛徒 来自被称为黑努门诺尔人的一族 他们在索隆统治的年代中 来到中州定居 崇拜他 倾心于邪恶的学识 此人在斜黑塔首次重新崛起时 便投靠过去 并靠着奸诈狡猾 得到了索隆赏识 节节高升 他学会了强大的黑魔法 对索隆的心思 支支甚深 他也比任何奥客都残酷 现在骑马而来的就是他 与他同来的 只有一小队黑甲士兵 打着一面底色漆黑 但以红色绘着魔眼的旗帜 他在距离西方众将领 几步开外的地方停下来 上下打量他们一番 哈哈大笑 你们这帮杂派军 谁是那个有权跟我对话的人 他问 我这坦白说 谁是那个有脑子能明白我话的人 起码不是你 他嘲讽道 轻蔑地转向阿拉贡 要当国王 可不能只靠一块精灵石头 我这样一群乌合之众 还得有点别的才行 哼 这片山林里 随便哪个土匪 都能召具这样一批人马 阿拉贡没有开口回应 但他盯住对方的眼睛不放 双方就这样较量了片刻 虽然阿拉贡闻丝未动 也为伸手去拿武器 但对方很快就退缩了 仿佛受到武力威胁般退却 我是个传令官 是特使 不该受到攻击 他叫道 这种律法生效的场合 还有一个惯例 甘道夫说 那就是特使不该这么傲慢无理 但是没有人威胁过你 你在完成任务之前 完全不必害怕我们 不过 除非你的主人悟出了新的智慧 否则哪怕你带着他的全部爪牙 也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这样啊 客室说 看来发言人是你了 灰虎子老货 我们倒真是不时听到你的名头 你从四处游荡 远远躲在安全的地方策划阴谋 热是生非 但甘道夫先生 这次你把鼻子伸得太远了 你该看看 在锁龙大帝的脚下 编织愚蠢罗网的人 是个什么下场 我奉命前来给你们展示几样信物 尤其是对你 要是你敢来的话 他朝一个护卫示意 那人呈上一个用黑布包着的包裹 特使将黑布摊开 令众将领无不诧异惊愕的是 他首先拿起山姆携带过的短剑 然后是一件配有精灵别针的灰斗篷 最后是弗洛多曾穿在破烂外套底下的密银锁子甲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黑 在那死寂的片刻里 他们觉得世界归于静止 心如死灰 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站在伊姆拉希尔亲王背后的批评 悲痛地大叫一声 扑上前去 安静 甘道夫历声喊道 一把将他推了回去 而特使放声大笑 原来你还带着另一个这样的小鬼呀 他叫道 我可猜不出你认为他们有什么用 但你把他们当作奸细派到摩多来 真是蠢中之蠢 连你一贯的愚蠢都望尘莫及 不过我倒要感谢他 因为显而易见 至少这个小东西从前见过这些信物 现在你想否认也无济于事 我并不想否认 甘道夫说 事实上 这些我样样都认得 也知道他们的全部来龙去脉 而不管你如何嘲讽 你这污秽的锁龙之口 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你为什么把他们拿来这里 矮人的锁子甲 精灵的斗篷 轮往西方的短剑 还要从夏儿那个小老鼠出没的地方来的奸细 不 别吃惊 我们清楚得很 这些是一场阴谋的标志 现在或许你并不痛惜失去穿戴这些东西的那个小家伙 又或许不是这回事 对你们来说 他会不会是个宝贵的人 果真如此的话 你们就赶紧用剩下的那点脑子琢磨琢磨吧 因为锁龙可不喜欢奸细 现在俘虏的命运就靠你们的选择来决定了 没有人回答他 但他看见了他们担忧挥败的脸色 以及眼中流露的距异 于是他再次大笑 觉得自己这场耍弄消遣进展得好极了 很好很好 他说 我看得出来 对你们来说 他是亲密宝贵的人 要不然就是你们不希望他的任务失败 那任务已经失败了 现在他将忍受常年累月的缓慢折磨 领受我们伟大塔楼的记忆 能构想出来的最漫长最缓慢的折磨 并且永远不会获得释放 除非他变得不成人形 崩溃发狂 那时也许他就会回到你们那里去 你们就可以看见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这是确定无疑的 除非你们接受我主上的条件 说出条件吧 甘道夫镇定地说 但那些近旁的人都看见了他的痛苦神色 此刻他就像个衰老干瘪的老人 终于被压垮击败了 他们毫不怀疑他会接受对方的条件 条件如下 客室说 微笑地逐个打量他们 刚夺的乌合之众 以及他哄骗来的盟友 要立刻退回安都因和以西 并先发誓 无论是公开还是暗地里 都永远不在意武力进犯索隆大地 安都因和以东的全部土地 都永归索隆独有 安都因和以西直到迷雾山脉和洛哈爱口 都要成为魔多的蜀国 那地的人一律不得携带武器 但准许管理自己的事物 不过 他们必须帮忙重建 被他们肆无忌惮破坏的艾森加德 那里将归所隆所有 他将派副手进驻该地 不是萨如曼 而是更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看着特使的眼睛 都读出了他的想法 那位副手就是他 他将同管西方残余的一切 他将是他们的暴君 他们是他的奴隶 但甘道夫说 就为了交换一个仆人 这些条件要求的也太多了 如此一来 你的主人就可从中收获 他原本得经过多次战斗 才能赢得的东西 莫非是刚夺一战 摧毁了他靠战争取胜的希望 以至于落到要来讨价还价的地步 假如我们当真十分看重这个俘虏 又有什么能担保索隆这个卑鄙的背叛大师 会信守承诺 这个俘虏在哪里 把他带来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考虑这些条件 与毙 甘道夫便专注地观察着他 像个正与死敌击见交锋的人 而有那么一瞬 在甘道夫眼中 特使似乎茫然不解 他很快又哈哈大笑起来 别傲慢无礼地跟锁龙之口顶嘴 他吼道 你想要担保索隆不给担保 你们若想求得他的宽恕 就必须先尊同他的命令 这些就是他的条件 接受不接受 随你的便 我们会接受这些 甘道夫突然说 他把斗篷往旁边一甩 一团白光蹦现 如同斩入那片黑暗之地的一柄利剑 他高举其手 那个污秽的特使 不由得往后退缩 甘道夫上前 劈手夺过那些信物 锁子甲 斗篷和剑 我们会接受这些 依次纪念我们的朋友 他高声道 至于你的条件 我们全部拒绝 滚吧 你出使的任务结束了 你已死到临头 我们来这里 不是来跟背信弃义 该受祖宙的锁龙 浪费口舌谈判的 跟他的爪牙 就更没什么好说 滚 摩多的特使再也笑不出来了 大惊愤怒之下 他的脸都扭曲了 活像一只敦服叙事 要扑向猎物的野兽 却被一根带刺的大棒 猛击中了口鼻 他怒火中烧 嘴淌口水 喉咙里憋出一阵 不成调的怒吼 但他看见 重将领勇猛的面色 与致命的眼神 惧怕压倒了愤怒 他大叫一声 转身跃上坐骑 带着随从 狂奔回奇利斯哥哥 不过他们边跑 他的士兵边吹响号角 发出了早已安排好的信号 他们尚未奔回到大门前 锁龙便发动了陷阱 战鼓隆隆 火焰窜然 黑门的两山峻门 向后大敞 门开处涌出一支大军 速度快如拉起水闸 清泻而出的大水 重将领重新上马 迟回阵地 魔多的大军 爆发出一阵嘲弄的呼喊 尘土飞扬 质闷呛人 从附近 又杀了一支东夷的军队 他们本来就躲在较远的那座塔楼后方 隐藏在 埃瑞德利苏伊的阴影里等待信号 不计其数的奥克 从摩兰农两边的山岭中 蜂拥而下 西方的人马落入了陷阱 不久 他们立足的两座灰色山丘 就被十倍 甚至超过十倍的敌军 团团围住 被困在敌军的汪洋大海中 索隆已用铁嘴咬住了提供给他的耳 阿拉贡几乎没有时间调兵遣将 他跟甘道夫站在一座山丘上 那面白树七星的旗帜也立在那里 美丽又绝望 附近的另一座山丘上 立着洛汉的白马旗帜 与多阿姆洛斯的银天鹅旗帜 两座山丘上各自摆开环形的阵势 面对四面八方 刀枪剑矛进阶高举 不过首当其冲的将是朝着摩多方向的前远 那里左边站着埃尔隆德的两个儿子 杜内丹人列在他们周围 右边立着伊姆拉歇尔亲王 和多阿姆洛斯高大英俊的人类 以及守卫之塔的精兵 风呼啸 君好响 见识破空长明 正往南移的太阳 此刻也被摩多浓臭的烟雾 拢上了一层面纱 它透过饱含威胁的迷雾 送来暗红的光 显得模糊又遥远 仿佛一天行将结束 亦或是整个光明的世界都即将终结 这时 纳兹古尔从巨笼的预案中出现了 冰冷的声音呼号着死亡的话语 于是 所有的希望都被扑灭了 当皮平听见甘道夫拒绝条件 使弗洛多注定要受斜黑塔折磨时 他被恐惧压得抬不起头来 不过 他控制住了自己 此刻 他站在贝瑞刚德旁边 与伊姆拉歇尔的部下 一同站在刚夺队伍的前沿 因为在他看来 既然一切都已经毁了 他最好还是快点死 逃离这个 讲述着他这一生的不幸故事 就在他看着敌人冲上前来 展开攻击时 他听见自己在说 我真希望梅里在这里 与此同时 思绪在他头脑中奔腾闪过 呃 话说 现在我总算更理解一点 可怜的德内索尔了 梅里跟我 我俩可能会死在一块 可是既然反正要死 为啥不死在一块呢 啊 既然他不在这里 我希望他会死得舒服一点 而现在 我要尽力而为了 他拔出剑来看着 看着他金与红交缠的形状 流畅的努门诺尔文字 在剑身上闪烁如火 这剑就是为这样一个石刻打造的 他想 要是我能用它刺死 那个邪恶的特使就好了 那样我立下的功绩 就能跟老梅里扯平了 哼 这种野兽一样的家伙 我在死前 一定要干掉即可 我真希望还能再见到 清朗的阳光 和清脆的草地 他这样想着 与此同时 第一波攻击 已经朝他们扑了上来 奥克被两座山丘前方的沼泽 阻住了来世 他们停下来 对着防御阵线 射出漫天见语 接着 从奥克当中 大步冲出一大队 从哥哥洛斯来的山区食人妖 他们咆哮如野兽 比人类高大壮硕 身上只裹这一层 鳞片凸起的贴身密网 也许那就是他们丑陋的厚皮 他们拿着巨大的黑色圆盾 骨节粗大的手挥舞着沉重的铁锤 他们满不在乎地跃入水塘涉水而来 一边奔走 一边吼叫 像一阵狂风般冲入刚夺人的阵线 像铁匠锤打红热的弯铁那样 锤击着头盔与头颅 手臂与盾牌 站在匹瓶旁边的贝瑞刚德被击中 昏倒在地 击倒他的大食人妖头领朝他俯下身 伸出手掌去抓他 这些凶恶的生物击倒人后 会接着咬断其咽喉 就在那时 匹瓶举剑向上一刺 那把刻有名闻的西方之地的利刃 刺穿厚皮 深深扎入食人妖的要害 黑血顿时喷涌而出 食人妖往前一晃 像一块崩落的巨石般轰然垮倒 覆埋了那些站在他身下的人 黑暗恶臭和重压的疼痛 猛地袭向批评 他的神志跌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解决果然跟我猜得一样 他的思绪在飘离的同时说道 他从躯壳里逃跑之前 还笑了一下 简直可算是在为终于抛下 全部疑惑 担忧和恐惧而高兴 接着 就在他要飞入遗忘之乡时 他听见了无数人声 他们似乎在遥远的高空中 在某个被遗忘了的世界里呼喊 大鹰来了 大鹰来了 皮平的思绪又流连了那么片刻 比尔伯 他笑 可是 不对啊 那件事 很久很久以前 发生在他的故事里 这是我的故事 而他现在结束了 再见 然后 他的思绪远远飞走了 他的双眼 闭上了 最后一会儿 对我说 我们下一个人 就会下一个人